HELLO, QAASI UF… 哈囉!各位觀眾anmen,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oleoleoleofjo toreo 今天開場有點特別啊 因為呢我打算給大家拍一期新年總結 然後呢牽著一些我日常拍攝 是如何進行的一些畫面 因為現在我是完全素顏的狀態嘛 所以拍攝 Sache部要先化妝 那我们现在短暂的进入一下美妆频道时间 各位大佬 进来的话千万不要被我吓到 现代有眉童 戴上眼镜之后感觉整个人就已经活过来了 赶紧让我遮遮臭吧 就是我觉得如果不化妆的话呢 感觉就会很难受 谁让我也是一个精致的足足女孩呢 我化妆会比较简单粗暴 你们会看到一个 假的美妆博主是怎么化妆的 简单的上了一层粉底 然后接下来要做一下遮瑕 最开始做玩具这个频道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很多人会发出一些 哎呀居然会有女生会喜欢这些玩具啊什么的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女孩子也会很喜欢这些东西 像女孩子小时候也会有很多爱看的一些漫画啊 动漫啊之类的 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些东西完全不分性别 只要你喜欢就可以 做B站的初衷就是想要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玩具给大家 我的节目呢 其实会有很多很多需要改进并且晋升的空间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想法啊什么的 一定要多多的告诉我 千万不要害羞好吧 稍微比日常妆重一点点就对了 眉毛 眼影时间 瞬间眼睛就精神很多了 眉毛完成 做女人真的好累啊 如果有来世我一定变成一个美男子 然后把所有的美美给泡上 嗯哼哼 我们除了口红先 然后就修容 化了妆之后人就开始有自信 嗯 这才是我们 好了头发就差不多了 换上战衣 然后搭配一下就可以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啦 哈哈哈 OK 坐下 山梳不是蹲着啊 但也跟蹲着差不多了 因为本身呢我就是一个画牢 再加上普通话不太标准啊 为了不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呢 每一次开始录制节目之前啊 我都会提前做功课 画重点 找QPoint 当然还有这个 主要呢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好更准确的将内容分享给大家 不过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遗漏就死了 然后呢就是我要介绍一下工具人肥仔 那他其实担任的角色啊是非常重要的 日常的拍摄啊 视频剪辑啊等等 其实都是由他来操刀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 让肥仔也露露脸吧 我是工具人肥仔啊 那基本上你们看到车车有时候忽肥忽瘦呢 就是因为我稍微调整了一下灯光 那因为我们做视频从19年吧 一简单到现在呢 也大概快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那中间器材其实有经过一些更新迭代 包括从原来最便宜的可能几百块钱的主播灯 现在换上了这个爱图室的120D啦 还有拍摄的一些机子 也从原来的就是不是主流的视频机 换成了现在嘉南的R6 那其实做那么多 无非是想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视频质量 让大家看的更加舒服 然后包括麦克风也提升过了 麦克风的早期我们从来都没有 就看回之前啊 初期的节目我们是没有用麦克风的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 我就去找朋友去见那种 吊钱那种主播唱歌麦 但是好像在画面里面 就有点不太美观嘛 那就换了博雅的麦 然后好像经常断联 然后又换了这个 现在用的罗德这个麦克风 所以其实我们在视频上面 就是拍摄你们看不到的地方 其实还是下了挺多的一些成本 之类的东西的 那基本上呢 每一期的拍摄 可能我们会从周末下午的 2点到3点钟开始 但是一拍 9可能就会拍到 第二天凌晨的两三点的样子 因为其实就是文本方面的内容呢 其实是过得很快的 主要就是你们看的一些分镜啊 画面什么之类的 尤其是你的姿势 是真的很难摆 真的很难摆 就是像那种看起来有趣 但是又不能那么俗的姿势 你想9.9总共就是那么几个人 对不对 那姿势能有多少个呢 那摆来摆去其实也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直也是想说 通过这个摆一些 比较奇葩的一些有趣的姿势 来表达这个模型的可动性方面 那拍完了之后就是进入剪辑了 那其实剪辑的话 众所周知啊 女生 我不是对不起 不是得罪女后期 我不要得罪女后期 众所周知一般的女生可能对视频的后期就不太了解 那其实基本上这些都是由我来做的 可能折折就会负责做一下那个字幕的一些校对啊 或是字幕的输入啊这样之类的 没剪一期视频就要花到我大概两天左右的时间吧 一到两天左右的时间 因为还有一些肥拍摄素材需要去寻找嘛 为了能让大家尽快的看到我们最新拍的节目呢 那基本上我每次都是拍摄完之后 马上就把初剪做出来 那基本上这样一搞就已经是第二天天亮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催更 不是所以请你们合理的催更好吗 谢谢各位观众老爷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玩具 我最喜欢的玩具啊 这个问题有点令人惆怅啊 这玩具这种东西嘛 我都很喜欢啊 我都想把它们带回家 你问我最喜欢哪个玩具 魔兽为了部落 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何既往的支持我们 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硬件方面 都会持续的去寻找一个 我也有入一些新的东西啊 给大家看一看 例如这个大鱼的皮卡丘三杂饼啊 还有这一个可怜兮兮的贝波熊皮卡丘 还有涂装大佬 郭恒之老师出品的圣凯瑟琳的胜利 还有就是这一个啊 肥仔新搞的游迪安 有机会的话呢 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哦 其实他叫一粒蛋了 去洗涉所去 那从我当up主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从一无所知任投情到现在有了不少的小伙伴支持 那在过去的2020年啊 除了众所周周不寻常以外呢 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啊 在这里的话呢 我要郑重的感谢各路观众老爷们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以及厚爱 哈喽就是正在看我视频的你 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公众国后期发走大公 妈的妈的的呢 当然啦我会继续保持热情 制作更多更好新奇有趣的节目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 三连在哪里 哈哈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要来一个很特殊的环节啊 其实这个环节呢 早就应该在10万份的时候就要做了 但因为各种原因就是因为了 所以一直拖着 然而迟到好过没有到 那么现在开始读评论 这就是你更多更好更有趣的内容 厕所喜欢啦 给我参数王去 那我们现在开始啊 哇塞 这个问题非常的多啊 车车为什么叫车车 请问UP主单车小格爱当中呢 单车指的是兰博基尼还是马萨拉丁 其实啊这个原因呢还挺无聊的 主要是因为小的时候啊 我上学骑自行车疯狂被偷 然后我爸呢报警又抓不到人 所以一气之下就被偷一台 就买一台这样子咯 然后还要自己蹲点 因为想去抓小偷嘛 结果前后大概被偷了大概七八台吧 同学都以为我家是开单车店的 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 对不起 没有你们想要的惊天动地的故事 好我们读下一个评论啊 车车单身吗 可追吗 这个问题点赞有点多哦 不 我有一堆老公老婆 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老家伙了 下一个问题是沼泽韭菜的 提问啊 车车做视频以前是做什么的 没有以前啊 现在还是一个色畜 那做视频之后的话呢 就是做视频的色畜 结束 车车是怎么样喜欢上魔王的 车车最喜欢的魔王是什么 车车为什么会选择做魔王UP主 做UP主的收益如何 今后在节目的内容上有什么想法 这个问题啊就很震惊了 我觉得喜欢魔王的人啊 都是一些没有心机 而且保有一份纯正的少年啊 看我就知道啦 最喜欢的魔王啊 嗯 应该 还是 高达 吧 为什么会当魔王UP主主要是因为无聊啊 收益的话呢 就是完全看个人咯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不太能干的嘛 呃也比较服我 所以呢光靠拍节目的话 肯定是没有办法填饱肚子的 今后的内容打算 我整好一会就要想讲 所以等一下再告诉你哦 房间里那悟空的挂画的关键字是什么 我要是在这里告诉你 是不是算家饭 那老板又没有给我钱 我是不是血亏 撕我 车车和肥仔究竟是什么关系 嗯 他是工具人 那我就是用工具的人啊 嗯 哈哈 不愧是我 那个新的XXXUP决定是什么了吗 还是说之后一直就是雷露雷露的呢 嗯 暂时呢 我还没有想到什么能够让人朗朗上口 印象深刻的开场白啊 所以干脆的话呢 是就先这样吧 哼 你们不也正好记住了我 就是一个没有想好开场白的阿婆族啊 10万粉有什么福利吗 同学现在都快12万粉了 你才问这个问题 赶紧给我回去补看10万粉那一期 是客不动又要随医期回血了吗 是的 RG初号机ES版需要喷光泽保护器做成高光吗 MG红色异端考不考虑做一个把玩视频 我个人觉得啊 初号机的话喷半光泽就好了 呃 因为距里面没有很亮的光泽感嘛 然后异端的话 我有悟空了呀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评论 车车对现在美国局势怎么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车车最爱的高达是 是牛说过了 这个问题楼下回答你了啊 呃 有没有考虑再拍几期特色题材的视频 很想看一下 最近特色好像没有什么比较喜欢的题材 嗯 等出了好的题材 我一定会干一波的 哦 或者这个怎么样 最后一个评论啊 车车的魔玩店在哪儿 还好你狗头了 不然我以为你真的问我的店在哪里 在你心里哦 好啦 评论赌完啦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给2021做的一个小计划啊 那未来的话呢 我除了会持续输出更多更真实且优质的视频以外呢 还会调整一下我的社畜工作岗位啊 呃 主要是因为我希望能够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在B站上面陪伴大家 那多出来的时间干什么呢 天天买交肯定也是不行的 毕竟咱们也没有那种条件嘛 所以的话呢 我打算出一些番外篇 分享一下 呃 魔玩以外的东西给大家啊 虽然说我很喜欢玩具啦 但是看到有趣的东西 就会忍不住想要分享给大家哈 不过 番外篇的主题呢 暂时还没有想好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提议的话 可以写在评论或者弹幕上面 比如说想看看我或者肥仔 做一些什么内容的视频之类的都可以啊 最后的话呢 就是希望我今年能够上 白大小破绽内幕我吧 肥仔包间 开玩笑 嘿嘿 赶紧到20万本就可以啦 Anyway 大前提呢 我肯定还是要先做好自己的内容 未来的我呢 除了会持续输出更多更真实且优质的测评视频以外呢 还会调整一下我的社畜 诶 好像刚刚讲过了 赶紧结束一下 呃 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一次跟大家说说啊 其实呢 用爱发电真的很美好 但谁也不是皮卡丘啊 呃 作为社畜的我呢 其实偶尔也会有一些掐饭的视频 也希望大家多多海航 偶尔充辞 否则爸爸不找我 我该怎么活 有掐饭的视频肯定会 触不及防地告诉大家 真实客观地给大家推一波 最后呢 希望大家 真的是最后了啊 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 三餐四季 温暖有趣 也希望自己及时当勉励 在未知中勇敢前行 二年而已 扭转乾坤 爱你们哦 三年哦 我们下期待的视频 词